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抵制代言到恶意给他的影视作品打低分 肖战因此口碑大跌 路人员几乎败了个光 与此同时 肖战原有的商务资源也遭到重击 九个月前的肖战怎么也不会想到 原本无人问津的自己会因一部剧改编 爆红成为娱乐圈顶流 更不会想到仅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将自己一手捧至云端的粉丝 会将自己狠狠地再拉至谷底 虽然粉丝认为此事与肖战本人无关 是部分不理智的小飞侠所为 且并不是有意为之 不应该上升到肖战本人 但网友们对此却不买账 将粉丝们的解释通通定义为狡辩和洗白 抵制行为也愈发激烈 但就在所有人以为肖战必胡无疑一时 227事件竟然有了重大转折 娱乐圈上演甄嬛传 227事件在天新料 肖战其实是被陷害的 有人发现早在227事件爆发之前 就有人开始刷AO3的词条 肖战粉丝们联合行动 举报AO3的时间是在2月27号 那么早一周之前 就已发起的行动又是谁做的 这一发现不禁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或许在粉丝们还未行动之前 肖战便已被人设计其中 这无疑是有预谋的陷害 因同仁文下罪 对肖战女性化的角色设定 激起了粉丝们的严重不满 于是 小飞翔们有组织性的举报了 同仁文作者失灵 AO3网站因此被封 国内用户也再无法进入 一时低起千层浪 平日里不显山入水的各个圈城的 忠实用户 纷纷露头 发声表达自己的愤怒 同时加入抵制肖战的大军中 谎落舆论几乎是一边倒 肖战作为偶像 没有正确引导粉丝 同时也没有及时发声道歉 导致事件愈演愈烈 多方利益受损 本质上来看 作为一个当红流量 肖战确实没能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 但如果早在227之前 就有人提前带节奏 刷词条 说明肖战粉丝外 还有第三方势力在暗中介入 无论被偶的操作者是谁 他们的目标最终都是肖战 由于引起众怒 并给肖战引战 目的也是很明显了 娱乐圈看似风平浪静 但实则暗藏杀鸡 虽然表面一派其乐融融的样子 但如果涉及到利益 艺人的粉圈拉彩护丝的情况 也并不少见 如果早在227风波之前 就有人预谋AO3事件 那事情发生后 难保不会有人 故意参与粉丝间的混战 激发矛盾 舆论的力量是可怕的 不清楚真实情况的大众 很容易跟风走 因此事态才会发展 如至今这般严重 227事件就像娱乐圈里的 甄嬛传 细节多处见端倪 肖战现如今的处境 如同被打入冷宫 前途也未可知 从云端颠落谷底 肖战当了谁的路 不过数月 肖战的光芒 在一片岛伐声中逐渐黯淡 其实说到底 还是因为自身的流量惹的祸 如果肖战还是 曾情令为火之前的状态 或许粉丝们也不会这么激进 也就不会造成 现在如今难以挽回的局面 流量对于这些当红艺人来说 无疑是把双刃剑 在成就他们的同时 也很容易将他们毁灭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到底如此 227事件还未发生 便有人提前一周开始带节奏 同时间断 同仁闻下罪的作者 施灵也被推上热搜 不禁让人猜想 如果肖战粉丝没有组织举报 227事件会不会在他人的故意操纵下如期上演 报翁后的肖战难免会让人眼红 红不到一年的他 究竟是挡了谁的路呢 单翁明星都是资本的鬼类 粉丝的愚昧和肖战没有正确赢得粉丝 是造成227风波 难以挽回的主要原因 其实 就算肖战没有及时阻止粉丝 如果在事件发生后 能尽快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肖战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进退两难 资源受重创 大众之所以抓住此事不放 都是因为肖战方的态度 肖战为何没有及时发声 甚至到现在也没有正确回应此事 一直是大众心中的疑惑 发个声明有那么难吗 或许肖战本人发个声明并不难 之所以至今都没有表态 更多的应该是公司的决定 经纪公司首先要考虑的 不是肖战个人的口碑与名誉 利益一定是他们最关心的第一位 这件事肖战本人也许并没有决定权 当我们明星看似光鲜 但若背后没有资本力捧 也难成大器 如果227事件真是一场有预谋的闹剧 那么目的就是要打击肖战 如此大费心思 可见这股背后势力之强大 而肖战本人至今未发声明 也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预言 资本之间的较量 一人更像是鬼类 227事件就像是一场博弈 而最后的结果无论是好与坏 全部都需要由肖战承担 虽然这件事情肖战应当负一定的责任 但一人包揽所有的后果 总归是有些说不过去的 其背后的公司也理应承担一部分责任 一人不行公司可以换下一个债捧 但公司不行 很可能就会毁了一人的心图 希望肖战及公司能尽快发声 表明立场 为227事件画个句号 这既是对他人有个交代 也是对自己负责 平息纵怒的同时 最大程度的减少自己的损失 在因为227大团结事件 被网友疯狂抵制近一个月之后 肖战工作室联合粉丝成立公益主 想要通过做三世的方式 平息大众的怒火 不过所谓的肖战粉主导的公益项目 随后便被扒出 郑凯早就进行过堆广 还是这个项目的代言人 不仅如此 更有网友指出 就连肖战公益官宣的文案 都是一字不落的抄写 二年前的一则新闻 该网友还晒出了新闻截图 如此一来 肖战及粉丝的生育值 再度大打折扣 其实原本肖战粉丝突然宣布成立公益主 并参与助农项目一事 就没有令所有人都满意 更有网友明确表示 肖战其粉丝很有可能 想要靠做公益来转移线 但一码归一码 原本是粉丝们大型举报之事 才引发纵怒 肖战更是毫无作为 如今想要靠一些公益项目 来提升口碑 也是所答非所问 耽误之急 还是先要澄清227事件为好 而肖战的粉丝们 还没来得及回击大众的质疑 就再次陷入危机 原因则是这次他们参与的项目 似乎并非由肖战主导 而是由郑凯代言 并且郑凯还曾亲力亲为 出席一系列的活动 如此一来 郑凯的粉丝们 自然不愿意看到 自家偶像的宣传成果 被肖战的粉丝们占有了 随即开启了一波反击 就是论事 即便肖战公益组加入之后 的确为该项目增添了更多的人气 但没有事先说明原委 就公开表明 这是肖战的公益项目 也有些不妥 而如果肖战公益组 真的想要做好这个项目 也应该更加严谨认真才对 而不是就连关于项目具体内容的博文 都要抄袭旧新闻 这样一来 肖战公益组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 占用了郑凯 其其粉丝的努力成果 又对新闻稿件的撰稿人 造成了伤害 而在内这几点 肖战的工作室 及公益主目前都没有做出更加明确的回应 由此 外界对于肖战粉丝是肖偷家族的指责声 也是越来越多 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 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 肖战这次想要靠公益项目 获得更多支持的目的 必然不会达到 反之 如果事情无法得到妥善解决 肖战的口碑 势必会遭到更大的影响 各有网友表示 其实原本关于肖战的227事件 根本不会对他造成太大的影响 毕竟肖战并没有犯任何原则性的错误 如果他坚称自己不知情 那么大家也只能将责任全部归咎于肖战的粉丝 但据肖战公益项目主的说法 这次参与的公益项目 是提前告知了肖战工作室 或者可以说是一次联合行动 那么肖战也是无论如何 都无法从中撇清关系 这次的事情若是无法得到妥善解决 势必对肖战本人的形象 造成直接的影响 又可以说是肖战工作室 及其粉丝通过一个公益项目 将肖战裹挟进来 原本可以独善其身的肖战 无论如何都不能脱身了 那么肖战还会沉默应对吗 更加令人无法接受的是 这件事件原本郑凯是受害者 但不少肖战的粉丝 就对郑凯及其粉丝进行攻击 这也令更多的人产生反感 大家纷纷表示 如果肖战和他的粉丝 不能正视自己的问题 那么关于肖战的抵制行动 就永远不会停止 二期事件发酵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肖战的粉丝们从最初的举报人 变成了被声讨的对象 且多次被爆出抄袭等问题 我们不禁要问 所谓的权力和自由 是否是由肖战粉丝们 用来单方面肇事的说辞 肖战真的不知道如何持续沉默 后果会是什么吗 这场闹剧又会在何时 以怎样的方式结束 对此你们怎么看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哦 我们下期再会咯